前置方面采用了一颗3200万像素随地屏设计 没有什么明显亮点 取下主板 P30 Pro的主板在芯片布局方面也是非常紧凑 由于后置四摄占用了大量主板空间 P30 Pro也采用了双层主板设计 可以看出华为花在他身上的精力非常用心 取下屏蔽罩 上方芯片的下层则是它的麒麟980处理器 上层则是它的8GB运行内存 上方芯片则是由东芝提供的128D散存 这套配置行不行我们直接通过跑分测试 安多度跑分最终得分接近42万 单从分数来看性能接近于高通骁龙855 为了最大比例提升屏幕屏占比 P30 Pro取消了听筒开放 而是采用的屏幕发声技术 利用屏幕的震动将声音传到耳朵内部 这种技术的缺点是会产生轻微的漏音 打电话旁边的人也会听得到 这个圆柱就是它的屏下听筒 旁边则是它的震动马达 P30 Pro还配备屏下指纹 这就是它的屏下指纹传感器 在不贴膜的情况下 指纹效果还算可以 屏幕方面配备一块6.47英寸 国产京东方OLED曲面屏 分辨率为2340x1080 这么大的屏幕仍然没有采用2K分辨率 平时使用会有明显颗粒感 显示效果真的很一般 华为P30 Pro采用麒麟980处理器 后置四摄 展望镜头 屏幕发声 超级快速 屏下指纹 以及曲面屏 在这款机器上 华为真的很用心 华为P30 Pro给我个人感觉 属于一颗片刻厂 拍照出色 充电速度快 工业设计也很用心 但处理器和屏幕都很一般 但作为一款拍照手机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手机黑客机